木灰茶,欢迎来到雷台,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对待方的话是一个化成4,对待方的话是这个,是这个谋防顺,这个名字也是很牛逼啊,齐挺。 对待方,我的天哪,一手侵蚀的五雷咒比较三,直接是把对待方的一个前盘宝宝秒了7000血,这个伤害的话还是比较猛的。 观察方飞走,对待方继续秒过来,观察方的一个宝宝当场飞掉啊,观察方的话得出这种隐身的一个配速啊,或者是隐身的一个工程,要不的话,对待方这么个秒法的话,你是扛不住呀,好在宝宝是绿了一手,直接上去恶爆。 观察方给对面丢一手破甲,观察方的这个化成4其实胜率还是蛮高的啊,不知道遇到齐挺啊,会怎么样。 感觉对待方的一个宝宝并不是特别的强,反而是对待方的人物的一个输出,让观察方有点恢复不过来。 观察方开始活血,怎么活给这个弹味儿了呀。 你看对待方继续秒,这个魔方寸打宝宝的话真的是太舒服了哈,一下5000血。 观察方一手活血活6000,这样的话观察方秒不进来。 观察方再来一手罗汉,这样的话观察方又把场上的一个指示暂时稳住了。 这个,这样有罗汉的话是吧,还是非常给力。 观察方一手舍身,舍8000,感觉没有必要舍身是吧,继续活血就行呀。 你舍身的话会给自己掉这个防御,等会的话扛不太住呀。 观察方继续戳,出顺法,这样的话没有可以破对面分身的。 这只虚弥,还有出手的一个机会吗?看一下。 给宝宝来一手杜绝金身,人物宝宝破分身,这把的话就要给对面来发大的。 直接秒出去,对面的一个前排宝宝当上GG。 对两方的话由于是一个,那个由于是一个大法师,所以的话这个魔抗的话是非常高。 观察方再次拉地厅。 对两方出宝宝。 好。 虚弥的话秒子太动了,秒人头啊还是。 观察方一手推雪。 这地厅什么情况,没有放眼睛。 难道说是想把眼睛留一下。 哎呦,这样的话,这只地厅的话是纯纯送的。 观察方前排的一个虚弥,现在的话说实话。 对两方也不着急轻,因为玫瑰和秒个千,血的话并不是特别厉害。 对两方现在出来之后乱七八糟的一个宝宝招了一大偷。 观察方把我一个观照万象顶出去。 咱们来看一下,哎呦,是只工地厅。 哎呦,我的天呐,工地厅。 力拼秒了一万六,精心一剑,地雷。 帅气。 观察方再拉一手防御。 这样的一个化身四的话,说实话,有点凶。 而且本身化身四打这个魔方寸的话,应该是比较劣势的。 但是我的天呐,精心一剑,还四千。 这个蓝都给你炸干净呀。 一手绿扁,观察方给宝宝加了一张法莲。 所以,以降线。 所以并不是一个过程。 其实,我以降纷尔,我认识吗,我以降纷尔的巷尔。 你也在表演里,我以降纷尔的巷尔。 你还没有凶抹尔,我以降纷尔。 我以降纷尔。 你真状不是一个可能的第一只巷尔。 这样的一个化生寺,就问你怕不怕。 冠战方杜杰金身,再次给到宝宝。 再次起关之后,我的天哪。 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说,冠战方拉了三只地亭很秀, 但是这只地亭的话,如果除掉对战方,被对战方反手推掉的话, 关战方就有可能会输,因为关战方现在没有可以用的一个进攻性的一个宝宝了呀。 只有这一只善恶的一个魔化童子,也可以看到关战方的一个人物在升宝魔化。 相对于关战方的话,是机会。 关战方一手战敌给到地亭, 我没有给地亭,给到这个善恶,对战方拉起来。 对战方手里还有的是宝宝,给你干啊。 哎呦我的天哪,对战方只能提击宝宝的话确实有点恶心。 这样的话,对战方也没必要去清关战方的一个地亭,真的是。 对战方毛起,对战方没有速度,关战方保一手,哎呦,用佛法无边。 对战方没有必要清关战方的一个前排。 因为压人的话,本来压不了多少血,而且保不到还能吸收。 对战方还是给他电飞。 现在轮到对战方出手了,对战方也是拉出一只地亭,怪战方给对面丢一手无魂。 这只无魂的话是没有啥作用。 但是这个地亭的话感觉没有虚拟啊。 但是,咬宝宝的话感觉少来一点。 太够了,太够了。 秒这只血的话,等会儿关战方推一把就可以推得起来。 关战方唯一一个工虫的一个宝王也飞掉啊。 关战方开始丢零状。 关战方现在也是很无奈呀。 关战方分身藏进去,这样的话,这把比三应该是关战方没了。 啊 冠战方继续秒过来 冠战方这只独自裂也飞掉 人物 人物的话丢一手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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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对战方现在火力还是很猛啊 OK木回常欢迎来到累财 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冠战方的话是花生字 对战方的话是一个魔方色 怎么开局的话对战方也是很威武 是吧 一秒三的一个五雷兽直接打过来 伤害的话还是贼高 毕竟对面带了一手定期套 关战方开局被对面秒的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关战方也是很牛逼是吧 上来的话直接把对面点掉 就单纯硬件的话 个人感觉关战方的一个硬件 要比对面的一个硬件强很多 对战方谋起一手 关战方也是继续出紧身手 而且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感觉不太行 完全是个人感觉是为了这种单高赛 这个东拼吸收的一些宝宝 但是这种宝宝的话 他的一个过程性会想抵达 关战方只能一手罗汉 关战方有这手罗汉的话是吧 这几回合对战方是完全冲不掉关战方的 关战方一手手风给到宝宝 关战方一手铃铛想去摇对面的一个孩子 对战方没有摇跑 继续反手卡大天 对战方解冲 关战方的一个宝宝再次飞掉 这场比赛的话打的怎么说呢 开局的话还算是比较紧点是吧 关战方的一个宝宝绿掉 对战方的一个五雷咒的话是吧 说实话打人没少威力 关战方的一个花生寺有着三日地天 对战方是在印出的被记载 看上来很久 帘战冲 对战的一个宝宝绿 关战方几回来 如果战战是你 关战的一个争用 关战方快要回来 关战是你 把战战 地亭轮番轰炸 如果这三只地亭的话 打不出优势来的话 关战方应该是 基本就可以说是凉凉 关战方一手战敌 给到宝宝 这只地亭 我感觉 有出手的一个机会 压9000 我感觉 对面是吧 应该是要被清场了 这两方的一个后排宝宝 这是有高鬼魂 这有高鬼魂 倒没有吸收 都有吸收 这样的话还挺有毒 但是伤害的话 确实是很猛 对面方的一个人物 163 最后一口气 拉出龙龟 关战方的话 这一个运气 确实非常不错 关战方继续说 再次拉了大龙龟 关战方一手铃铛 摇飞对面的一个后排 因为对面这个后排的话 说实话 他是带这种4C的 关战方现在应该是 还有一只工地亭 这样的话 其余的都是这种防空的东西 所以的话 观战方还是非常忌惮 对面的这种4C锥子 哦呦 这个绿色的一个大龙龟 直接是敲飞了观战方 这一只虚米 嗯 所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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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方的一个伤害并不是那种特别高的 官长方发了一通一听 三千四死亡三千六 这样的话是吧 虽然招式也是比较多 但是如果刚才官长方的这人宝宝神了的话 官长方就当场激进 这一回合官长方当场杀疯了 杀掉了对面三只宝宝 一手推雪 对待方再次出一只锥子 你看对待方这个毛起163啥的 这个太多了 现在官长方也是肯定是很着急 想快快拿下对待方 对待方根本很不动 官长方继续说又来一只地厅 我的天哪 但是这只地厅的一个运气就不是很好了 直接是被对面扫飞 这样的话官长方手里能够用的一个杀人 杀人宝宝宝的话就没有了 只有场上的一个敌厅还有这只善恶的一个童子 官长方给对面丢灵刀 开始完全堵运气 这样的话官长方应该是没有了 哎呦 官长方太可惜了呀 这样的话官长方是 哎官长方拉了一只孩子 这只孩子的话应该是一个龙公孩子 我还忘了官长方有孩子了我刚想要说这个 这样的话官长方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官长方拉出最后一只孩子 我个人感觉这个孩子的话肯定是带高鬼魂的 麦C就是拖啊 官长方一手铃铛 正战方立匹匹孩子啊 不用寻思呀 哎呦 孩子很弱 哎呦 我的天哪 是一个武装孩子 你这 我才带高鬼魂 这样的话官长方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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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本身魔方寸是吧 打这种高鬼魂的一个宝贝的话 他是非常有劲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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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兰方蛇兽曲艺给孩子 怪兰方现在就是说只能通过前排 前排的这个善恶的一个魔化 去打这个最后的一个术术 怪兰方继续丢灵达 你这拖的话不太办事啊 你主要的话是这个魔化是轻宝的一个能力太强 这样的话怪兰方的一个善恶童子飞掉 这样的话怪兰方应该是彻底绝望了 怪兰方防御对兰方分身 在哪方丢尺子给孩子 对兰方分光给到龙龟 怪兰方应该也是弹尽两绝 孩子先飞掉 不敢说是弹性的 不敢说是弹性的 哎呀 对了,他感觉清不掉关战方了是吧,关战方如果无限射生的话,再次丢惊魂灵。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